大家好 我是谢老师 然后今天视频的开头介绍一个俄语名词 Gopnik 这个词的词根是Gopnik 就是表示某一类人的后缀 通常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这些 听着毛色妥嗨 然后在小区里蹦野地的俄罗斯人 大多数就是Gopnik 那这Gopnik又是怎么来的呢 这些听妥嗨的又和艺术有什么关系呢 你这标题里俄罗斯艺术后面还加个尾呢 那是来骗点击的吗 别着急 我这期视频仍然是艺术科普 首先我们来看一张照片 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看过的Code1 OK 那其实不论你看没有看过这张照片 我很想知道一下 你们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不论是差异还是愤怒 可能对他们的第一标签就是不良儿童 都欢迎把想法发在弹幕里 那在聊这张照片之前 我们先一个一个慢慢解答刚才提到的问题 Gopnik到底是谁呢 词典里的介绍是指流浪儿流浪汉 指骗子啊强盗啊流氓啊 指阿渣的人 还指加入团伙行为乖章的青少年 结合上面的视频其实很好理解这一个单词指的是哪一类人 但这一类人不只是流氓罪犯 还是一群有历史底蕴的流氓罪犯 这个我们就得聊聊Gop这个略缩词 Gopnik的社会随意 大概可以翻译成城市社会收容所 于20世纪20年代建立 是当时由一家酒店改成的收容机构 现在在圣彼得堡的李果夫大街上 地图上我是没有搜到确切的地址哈 那这家收容所呢 目的在收容一些游手好闲的 无家可归的 抢劫耍流氓的儿童和青少年 就类似于少管所 那这些人呢 可能出自于家庭的原因 从小就没有收到过很良好的教育 长大后呢就又开始游手好闲 有些不三不四了 维基上还很幽默地写到 Gopnik的全盛时期 在千禧年代 然后关于Gopnik的详细攻略 可以看一看熊斯基的这一期视频 听到这里 你可能还是一人疑惑 这Gopnik跟艺术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这群人都是代艺术家吗 要说Gopnik这一群体 更像是一类亚文化 我承认 但是代艺术家显然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 视频开头的那一张照片 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看过 反正我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 是在网易云上 别问我怎么听到这歌呢 回归正题 这张照片的内容很明显 左边的男孩一脸挑衅 右边的男孩俨然一副大人模样 吞云吐 像一个老领导表情里好像有一些轻蔑 刚刚说的Gopnik 小时候没有收到良好的教育 有手好前 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这张照片的作者是法国视觉艺术家 马格南摄影师利斯萨尔法蒂生于1958年 他大学的时候主修的就是俄语 毕业后在俄罗斯生活了将近10年 当时1991的苏联刚刚解体 这20世纪的最后一个十年 无疑是俄罗斯的黑暗时期 一个复杂的时代一夜结束 也是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 不论是这个国家还是这里的人们 显而易见都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剧变 这片土地迎来的会是衰落还是机会 没人知道 萨尔法蒂也不知道 于是乎他决定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生活在俄罗斯 记录下90年代俄罗斯最真实的生活 他从莫斯科到诺尔里斯克和沃尔库塔 他的主题从抽烟的少年 再到年轻的变性人 从少年所里被拘禁的青年 再到无处可归的孩子 一共43张照片被编进了 他的第一本摄影画册 Aktar East 因为虽然这一套画册的拍摄地点 和内容全都是关于俄罗斯 但我不好说 这个是真的属于俄罗斯的艺术 所以我在标题里写俄罗斯艺术尾 但这道作品确实真真切切的 在表现那个时期的俄罗斯 萨尔法蒂他很擅长环境肖像的拍摄 所以你在他的作品里面 能看见画面的主题和周遭的环境 周遭的氛围 是在互相烘托地营造出画面的情绪 中文有一句老话常说 少年强则国强 看这些少年少女孩子们的模样 不就是对那个时期的俄罗斯 最好的映射吗 他拍的也并不是某一些青少年的肖像 而是迷失的群像 当我们看完这些照片 再回到最初的那两个小男孩 你会不会有了一些更多的感受呢 对我来说这两个小男孩 大概就是那个时代典型的青少年的两种状态 左边的男孩觉得嘴好像在冲着什么表达不屑 肆意地表达着自己的情绪 可能是冲着一个路过的人 可能是在和同伴开着玩笑 可能也在对着自己 那右边的男孩脸上可能是轻蔑 可能是平静 可能是麻木 会不会他也在想 现在的生活是他自己想要的吗 自己的未来是自己能够决定的吗 我还有未来吗 不仅是他们俩 好像所有的照片里 你都能看到那一代的青少年的脸上 好像看似平静 又充斥着迷惘 白质 麻木 眼里没有那个年纪该有的天真 外表武装成大人的模样 到底是想保护一些什么呢 他们或许本就生于一个 无限的家庭 而这个社会也没有给到他们足够的帮助 所以他们只好抱团取暖 尽管一起私混的时候 好像欣然快活的样子 但当他们的世界安静下来 他们的内心是否又充斥着无边的空虚呢 这些可能是我自己的过渡解读 那你觉得呢 那些内心微妙的变动反映在他们的脸上 你看到了些什么呢 其实每一代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价值冲突和迷惘的点 而往往这些特征会在青少年时期表现的特别明显 而利斯萨尔法蒂说 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抛出问题 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分析 引出观众的思考是它的主要目的 所以不论我对这一套作品的感受如何 你大可不必太执着于我的感想 当你看见了一套作品时 了解了它的背景故事 自己去摸索去感受去思考的过程 甚至可能是比这套作品本身更重要的东西 如何去看一张照片这件事情在我来说是这样 一张照片单独拿出来的时候 也许意义和感受并不大 就比如一开始看到这两个小男孩的时候 那拍摄的时候呢 摄影师可能压根啥也没想 兴许就是觉得这两个小男孩很可爱 就咔嚓拍一张 但是如何能更体会到摄影师的表达 则是看这张照片放在这一套作品里 是在怎样的叙述故事的 尤其是这类即时类文献性的摄影 比如我就是我这句话 放到平日里就是一句废话 放在音乐里就是张国荣的旋律 放在论文里或许是一个直接思考照片 亦是如此 最后不知道这两个小男孩 过了十年二十年长大成人了 到了千禧年代会不会成为了那些 听着毛色妥害的Goblin呢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对你以后看展看画册的时候 甚至自己打算编排一本画册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帮助就算是没有 也算是科普了一些俄罗斯小知识吧 至少你知道Goblin是啥了吧 总之如果我的视频对你有 一点点帮助的话 十分荣幸 求点赞求关注求转发 感谢你们的支持 那我们下期再见